這次我們來教大家鼓琴調音 首先我們要準備一台鼓琴跟調音器 因為鼓琴聲音會比較小 所以建議調音器是附加有實音夾的功能 這樣會比較好收音到 我們調音器設定頻率440或442都可以 以42G多 然後如果有模式的話 還是一樣用是C12平均率模式 下去做調音 接著我們就來講解一下鼓琴的調音原理 鼓琴的調音是利用這顆琴枕的旋轉 來帶動龍扣 然後龍扣會一直延伸到上面這邊來 琴枕如果旋轉的話 龍扣就會越來越短 然後會變緊 然後會帶動這一條鼓琴旋來進行調音 然後一般來說 我們如果這邊來看的話 逆時鐘旋轉的話 是變緊 所以音會變高 然後如果順時鐘的話 放鬆 他的聲音就會變低 最後我們就來進行鼓琴的調音 首先我們要把調音器的使音夾 夾在一個不會影響到你彈播的地方 鼓琴的空弦音分別為 C D F G A C D 由粗到細 我們從最初這條開始做調音 首先我們播一下先看他現在什麼音 B B再上去C所以要轉緊 我們逆時鐘轉緊 我們逆時鐘轉 差一點點再轉一下 然後接著換這一條 這條要低 現在是吸聲 所以還差一點點到低 我們一樣逆時鐘轉緊 下一條 這條F 我們一樣播一下 差一點點所以我們一樣轉緊 F調完後換這一條G G 深所以我們一樣要把這條A 電影 X language G生 所以我們要到A還是要轉緊 것도多一點點 然後A完之後 又回到C C調完之後 下一條是最後是D 然後C聲還差一點點到D 所以我們一樣轉緊 這樣我們就調好鼓琴哦 我們補充一下調音時會犯的小錯誤 有可能會導致弦斷掉 例如說我播的是這一條 一二三四 結果 我在轉琴枕的時候是 轉到 轉到別條去 因為琴枕在下面不好看到 所以有可能常常會犯錯 就是轉到別條的琴枕 導致於說 你調的時候 弦的音其實都不會變 但是你一直有在旋轉 結果弦就斷掉了 所以要注意一下這一點 就要注意一下 再說一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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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沒有想說一遍